突厥的年轻可汗来前使臣,求娶昭阳公主 任凭我哭哑了嗓子 父皇和母后仍是下令让我替妹妹昭阳去和亲 就连我的心上人魏池也对我说 昭阳身子娇弱,突厥乃蛮荒之地,她受不了的 那年北京大雪,我满心怨恨,生生熬死在了草原上 在睁眼时,我已经回到了和亲之前 这次我自请和亲,魏池却在大雪中一人一马追了上来 她一箭砍断了我的车帘,颤声道 昌乐,这次我带你走好不好,昭阳身子娇弱 突厥蛮荒苦寒,她如何受得了 你作为长姐,难道便一点手足之情都没有吗 我跪在地上,看着面前震怒的母后有些恍惚 大殿四周都稍着银丝叹,在冬日里确实一片暖意融融 这样的景象,有多久没见了 记忆里,突厥的雪就没有停过,我总是那样冷,那样冷 又或许身上是不冷的,只是心里太冷 我抬眼望去 父皇一身龙袍庄严,站在母后身边,看不出喜怒 只是看着我的眼神漠然 昭阳靠在她身边,哭得梨花带雨 没关系的,突厥蛮荒,姐姐不愿意去也是应该的 只希望昭阳走后,父皇母后要多多保重 昭阳以后,她哭着跪倒在地 晶莹的眼泪像珠子一样砸在地上 昭阳以后就再不能侍奉在父皇母后膝前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唱作巨甲 父皇弯腰扶她起来,在扫向我时 视线已经凌厉起来 昌乐,你就真能看着你妹妹眼睁睁去送死不成 我几乎要笑出来 原来她们也知道,和亲去突厥就是去送死 可为了她们心爱的小女儿 她们还是能这样一正词言地比我去送死 就在这时,威迟突然走上前一步 似乎想说些什么 刚才她正正地站在那里,一直死死盯着我 眼底泛起不明显的飞鸿 有些古怪 不过我也没在意 上辈子昭阳刚掉眼泪 她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指责我不笑不涕 这辈子狗嘴里又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陈以为我打断了她,躬身下拜 昭阳妹妹自小身体为弱 昌乐愿意带起和亲 我牵起嘴角,只愿我大胜繁荣昌盛 父皇母后万事顺意 昭阳妹妹身体康健 若是这样,那昌乐便是舍了这条命 也是值得了 魏迟直勾勾地盯着我,愣住了 我自然不是自愿和亲的 只是有了上辈子 我知道任凭我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 索性不如答应下来 起码父皇母后或许会有那么一点点愧疚 多给我些陪加傍身 走到回廊上 身后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有人猛地拽住我手腕 我回身,发现竟然是魏迟 她那样的端方君子 竟然头发都跑乱了 只是她丝毫不在意 只顾着看我 昌乐,我这才发现 她连声音都有些懂 你为什么要答应和亲 我看着她的脸 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愤怒 而是茫然 她仍是这样好看 眉眼修长舒朗 身姿挺拔 我又记得她高中状远 打马羊颠那一日 半个京城的女子都羞红了脸 从此她成了 无数女子的春归梦里人 这是我喜欢的这样久的人 我想着以后去 央求父皇母后将我嫁给她 我们定能情色和明 白头偕老 直到那个面容 极要英俊的使臣踏上大殿 操着不流利的汉语说 突厥可汗要求娶招阳公主 大圣传到我父亲时 已经是第372个年头 击中难返 国力衰微 北方突厥的年轻可汗 刚刚以雷霆手段 横扫了整个草原 兵强马壮 对中原虎视眈眈 只带一个机会 挥一冰南下 我父亲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 可她也舍不得最宠爱的小女儿 于是她让我代替昭阳出嫁 以后昭阳便是我 我便是昭阳 我知道这个消息后 如遭雷击 不仅仅是我不想去突厥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那我就不能嫁给魏池了 我哭闹 绝食 可是任由我如何反抗 父皇母后仍旧是铁了心 万般绝望中 我去找了魏池 但是我上辈子最后一次见她 我还记得是一个下雪的除夕 我趁她进宫时 提着裙子去找她 要求她带我走 魏池看了我好一会儿 最后轻声说 好 我大喜过望 连夜收拾了行李 满心欢喜地逃去香府找她 一进门 却看见了父皇身边的暗卫 他们将我团团围住 恭敬却不容置疑道 请公主回宫 而魏池双手背后 默然站在一边 看着她那双黑沉沉的毛子 我一瞬间什么都懂了 是她告诉了父皇 我要逃的消息 而我这次一旦被带回去 一定会被严加看管 就再也没有逃出来的机会 我挣扎着哭喊着 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质问她 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我听到魏池说 昭阳身子娇弱 突厥乃蛮荒之地 她受不了的 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私声道 那我呢 她沉默许久 昌乐 你比她坚毅 你会活下去的 我离宫那天 听说了父皇下令 魏池上主的消息 上的是昭阳 我坐在大殿中 听着宫女小心道 听说是昭阳殿下求来的亲事 说她心意为公子许久了 我张了张嘴 茫然道 魏池答应了 宫女去了我一眼 眼里闪过一丝怜悯 是 皇上问了魏公子的意思 他说和昭阳殿下两情相悦 愿意上主 窗外的风声和雪声 似乎都停了 不知过了多久 宫外传来太监的声音 殿下 应该启程了 那天的雪真大呀 天地间都是飘洒的白色 雪尘在马蹄间扬起 我出城17年来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雪 出城时 我撩起马车的帘子向后看 父皇母后 文武百官都在 唯独我想见的那个人不在 也是 今天是她和昭阳定亲的日子 她应该是忙着的 又如何能来见我呢 我突然就回忆起了很多事 我想起12岁时 我偷偷出宫被发现 父皇大发雷霆 罚我在宫里跪了一夜 我又冷又饿 也不敢坐下 哭哭啼啼地跪在蒲团上 然后一盘糕点递了过来 我狼狈侧谋 魏池正跪在我身边 小声道 快吃吧 我偷偷拿进来的 没人看见 我绝着嘴不肯吃 她皱眉 不饿 那你哭什么 我哽咽道 母后说我顽劣的名声传出去了 说大家都喜欢朝阳那样的 没人喜欢我 以后不会有人愿意娶我 魏池顿了片刻 耳畔飞起一抹红 她别过脸去 小声道 你别怕 若是以后没人娶你 那我便娶你 我看着她稚嫩 却俊秀的侧脸一正 满心的欢喜 好像一束花开 花瓣落在一池春水里 泛起涟漪 大概就是从那时 我起了嫁给魏池的念头 可后来 朝阳总喜欢缠着我带她玩 一开始我不愿意 父皇和母后都是她的 我只有一个魏池 不想也要分给她 可魏池不这么想 她跟我说 朝阳公主年幼体弱 你做姐姐的 该多照顾她些 她喜欢看书 朝阳喜欢读诗 他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不像我不喜看书 总喜欢舞刀弄剑 魏池总说我不学武术 她喜欢吹笛 朝阳就喜欢抚琴 两人在梅花下弄琴抚弦时 美得好像一幅画 只有一旁的我格格不入 魏池开始更多地 陪在朝阳身边 我在叫她时 她便不肯跟我出去了 有时候我生气 她便会皱眉 你能不能和朝阳学医学 一点女子的样子都没有 我眼前一酸 大声道 你也觉得朝阳比我好对不对 你也更喜欢她对不对 一旁的朝阳面色一白 眼圈泛红 姐姐 你知道我从小多病 也没什么机会结识朋友 我是真把阿池当成知己的 她说着说着 眼泪便掉下来 看着魏池低声道 可若是我和阿池 让姐姐不舒服 那我以后便不再见她就是 她嘴角扯起一个勉强的笑 左右自己一个人的日子 我也是过惯了的 也没什么 我总觉得她说的话有问题 明明从小朝阳 就因为体弱更加受宠 所有人都围着她 宠着她 就连她的封号 也压了我一头 可在她嘴里 她却成了最可怜的那个 只是我嘴笨 却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 魏池走过去 把大厂披在她身上 为了这句话 我伤心了好久 只是我自小大大咧咧 她之后再跟我道歉 我便原谅了她 现在想想 魏池从来就没喜欢过我 她喜欢的 一直都是朝阳 所以才会这么毫不犹豫地 把我推出去 带她的心上人和亲 那句取我的戏言 终究也只是戏言罢了 只我一个人 傻傻地当了针 父皇和母后说得对 北境荒满 苦寒 我水土不服 心里愈结 很快就销售下去 没到一年 我就死在了一场大雪礼 等我再醒来时 却已经回到了和亲之前 我攥紧手 染了单透的指甲 深深掐进肉里 我却感觉不到疼 我只觉得恨 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 如今我碎了你的院 不好吗 我抬头看向魏池 讥讽道 我没有 他拧眉 我打断了他的话 朝阳身子娇弱 突厥乃蛮荒之地 他受不了的 你忘了 魏池的话戛然而止 眼底涌上一抹茫然 随即化为 让我几乎让人心惊的悲痛 旋即 他在我震惊的目光中 生生喷出一口血来 我吓坏了 一把把袖子 从他手里扯出来 你这是做什么 魏池随意地 擦了一把嘴角的血 冷静的眼里泛着疯狂 走 他哑声道 跟我回去 我去求陛下 不要让你和亲 我几乎气笑了 不知道他到底又发什么疯 我不去 难道让你心肩肩上的朝阳去 魏池定定看着我 对 让他去 魏池疯了 这不对 这和上辈子完全不同 我有那么一刻一心 是不是魏池也重生回来了 但立马又否决了这个猜想 以魏池对朝阳的偏爱 如果他也回来了 想必早就会像上辈子那样 比我替他和亲 又怎么会说出让朝阳 去和亲这种风化来 只是此时我也顾不得这些了 他又要拽我 我看着他这张脸 突然感觉气血上涌 忍无可忍地给了他一巴掌 他凭什么 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 自作主张决定我的命运 啪 一声脆响后 魏池偏过脸去愣住了 他满脸不可置信 我后退一步 一字一顿道 为迟 我都是不需要你管 从此你我桥归桥 路归路各不相干 刚走进玉花园 我就被一个声音叫住了 有些声音的汉语 声线却清朗好听 刚才那个 是你心悦的人吗 我下意识抬头 发现荷花树上 坐着一个穿着长袍的少年 一张不知 是什么动物的黑色皮毛 从左肩斜块而下 他头上梳着用银铃编制的小辫子 一条腿盘在树上 另一条腿放松地垂下 这不是一张和汉人截然不同的脸 却十分英俊 眼眶深刻 眉骨阴挺 一双绿色的毛子 阴损似的盯着我 我正正站在树下 任何花花落在我的眼皮上 也没有眨眼 对我来说 几乎还是在上一刻 这张脸还在流着泪 眼眶红得像是兔子 却凶狠地叫我不许死 贺连也 上辈子我怀着满腹怨恨去了突厥 路上我一直闹着这不适应 要不习惯 其他突厥人都对我很有意见 只有那个使臣对我有求必应 一直照顾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就是突厥可汗贺连也 他假扮了使臣来替自己求亲 我问他为什么 他却说早就心悦于我 我只在心里冷笑 他连我根本不是朝阳都不知道 恐怕也和其他人一样 只是喜欢朝阳传出来的美名而已 可不管我怎么闹 他从不动怒 他会带着我在草原上策马狂奔 从身后揽住我搭弓射箭 他会在篝火中唱着我听不懂的歌 后来伺候我的侍女告诉我 那是突厥男儿求爱时 唱给自己心意姑娘的歌 明明他年仅19岁 就当平了草原 是个雷霆手段 杀伐果断的人 却在我面前总是百依百顺 他说等开春后 要带我去看草原上的隔三花 说那花和我一样美 我一定会喜欢 后来我是真的被他打动 想好好和他过日子的 只可惜已经太晚了 我刚来时心里郁杰留下了病根 那年北京的雪似乎一直没停 我在那个寒冬里 熬干了最后一次心力 赫连也在我踏前哭着说他很后悔 说他要送我回去 可惜我的身体 已经不能再经受住车劳顿了 我到底没能活过那个冬天 也没能再看到赫连也说的各方话 遍眼之前 很奇怪 我以为曾经那些刻骨铭心的仇恨 才是我此生的遗憾 可我只剩下一个念头 没了我 赫连也可怎么办呢 我没想到还能再见他 一时间看得吃了 赫连也见我不说话 皱眉重复道 那个小白脸 你喜欢他 我心里一动 勾起嘴角 事又如何 赫连也跳下树 满树的荷欢被摇动 哗啦啦落了下来 香气阴晕开来 他身上挂着花也不在意 面色沉沉 你是我们大汉的人 不能喜欢别的人 可我是个很花心的人 我起了逗弄他的心思 干脆轻挑地俯伤他的脸 你长得也挺好看的嘛 多等我去了 突厥求求你们大汉 把你刺对我当男虫怎么样 赫连也刷一下满脸帐红 好像我是什么妖魔鬼怪一样 后退一步 结结巴巴道 你 好不好啊 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栖身向前 凑近他轻声道 赫连也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后被我逼得狼狈后退 干脆转身逃走了 我心里笑得打跌 这家伙 还是跟上辈子一样 稍微斗几句就脸红 只是笑着笑着 我又忍不住想 上辈子我死了后 赫连也怎么样了呢 他会记得我吗 我还记得他哭得那样狼狈 突厥护卫们都说 那是第一次见他掉眼泪 从前打仗 哪怕性定垂危时 也没见他们的可汗红过眼眶 我叹了口气 希望这辈子 我能陪他久一点 他要再去跟父皇要点东西 却在进殿时停住了脚步 父皇正坐在龙椅上 母后坐在他身边 赫连依偎在母后身上 而未迟正立于殿下 我略迟疑 赫连却眼前一亮 轻轻热热地叫道 黄姐你来了 我懒得搭理他 对父皇道儿臣来得不巧 那臣改日再来 说着就要走 赫连却把我叫住了 黄姐 我正要求父皇下旨 让阿池上主 你说如何 我一顿 回身正撞上赫连眼里的冷色 我知道 他是故意的 我不明白 从小到大 我明明从来都没欺负过赵阳 为什么他要这么恨我 不过我也懒得管那么许多 左右我马上就要走了 我们这辈子 恐怕也不会再见了 魏迟也看着我 似乎在等我的回答 见我不说话 赵阳开口了 他柔容若若道 黄姐甚至还在因为 替我和亲的事生气 我知道黄姐一直心悦阿池 若是因为我让黄姐不高兴的话 我和阿池的婚事 她咬住下唇 渲然欲气 便算了吧 果然 母后立刻你没 昌乐 你怎么还是如此不懂事 你妹妹体弱 你作为长姐替她和亲 不是应该的吗 难道你就忍心眼睁睁 看着赵阳去送死 你既然已经要走了 又为何不许赵阳和未迟成亲 难不成你就如此心胸侠 见不得你妹妹好成 我心里冷笑 母后永远是这样 明明我和赵阳都是她亲生的 可好似 她眼里只有赵阳这么一个孩子 从小到大 不管到底谁对谁错 只要赵阳一开口 受罚的永远都是我 只有黄祖母一个人对我好 只可惜 她也早早就去了 丢下我一个人 好在我也已经习惯了 母后误会了 我扯出一丝笑 为公子和黄妹家务天成 天生一对 我又有什么不许的 背后是耀眼的天光 我挺直身体 看着他俩淡淡道 可惜赵阳成亲时 我就不能到场了 便预先助为公子和赵阳 早生跪子 白头偕老 赵阳一正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说 而未迟随着我的话 脸上血色一寸寸褪去 一片煞白 离开京城那天 如同上辈子那样 下了一场额毛大雪 我像上辈子一样 回头看去 惊世厚重的城墙 在漫天大雪里逐渐模糊 父皇和母后 率领着群臣的身影 慢慢变小 直到再也看不见了 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是我活了18年的地方 只可惜 这里一个爱我的人都没有 魏迟如同上辈子那样 还是没有来 可这次我心里只剩平静 再无怨恨 父皇 母后 魏迟 他们都更喜欢招阳 上辈子我追逐了一辈子 他们的喜爱 希望他们能再多看到我一点 现在我却明白了 这一切都只是虚妄的执念 不属于我的东西 我早该放下了 我放下帘子 车帘子却突然又被掀起来 赫连也骑着一匹悬色骏马 飞快地扫了我一眼 把一件黑色毛皮大肠扔了进来 我刚要说话 他却立马把帘子放了下来 好像生怕我开口一样 我吃笑一声 把大肠盖在身上 大肠还萦绕着些许和欢的香气 也不知怎滴 刚才还有些冰冷的心 好像突然流过一捧温热的水 连带着周身都暖起来了 雪一直没停 马车走得很艰难 一直走了一整天 才到了一处可以休整的峡谷内 赫连也策马走在队伍最前面 下令到了峡谷里在休息 我正困倦着 却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旋即车连被一刀斩断 一只修长的手探了进来 我大惊 只见未迟满身风雪 连睫毛上都覆盖了一层白色 他却丝毫未觉 此时不应该正在准备和昭阳的婚事吗 怎么会来追我 我一时念头纷乱 却一个都捋不出来 微微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片刻后我才轻声道 你不是要和昭阳定亲了吗 来找我做什么 许是在风雪里穿心太久 他的声音已经有些嘶哑了 我没答应上主 他说 昌乐 这次我带你走好不好 他一句话 我如遭雷疾 这次 未迟难不成也重生了 只是他这次为什么要带我走 我警惕向后缩了缩 你又想做什么 我都要去和亲了 昭阳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又要我替他做什么 未迟危症 随即眼里闪过一丝沉痛 他有些慌慢的解释 没有 这次不是因为他 就在此时 一只剑突然从窗框外射出 擦着我的脸颊 并进我身后的马车壁里 力道太大 剑身还在响响作响 赫连野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嫡媳 保护公主 我悚然 这才发现不知何时 许多黑衣人正手持武器 向着车队而来 一瞬间 赫连野武功虽高 然而双拳难敌四手 他边打边退 选了个机会 猛的一加马腹 胯下的马斯林一声 带着我们冲出了峡谷 不知走了多久 我们终于逃了出来 来到一条还未截冻的吸溅处 我惊魂未定 刚想问赫连野怎么办 他却闷哼一声 静止掉下了马 我翻身下马 这才发现 他身后不知何时 竟然插了一只剑 剑上有毒 我脑子好像被当头一棒 哆嗦着手 慌乱地去解他衣服 后背中剑的地方 果然犯着不祥的黑子 好在赫连野自己 点了那处的穴道 让毒素没有扩散开来 只是他此时已经昏迷过去 如果不想办法把毒弄出来 早晚这条命要保不住 我咬了咬牙 也顾不得男女大房 拔出剑后俯身下去 一口 两口 直到我口腔发麻 被吸出来的血 才恢复了鲜红 我赶紧跑到小溪边 捧水漱口 我把赫连野拖到一处山洞里 寒冬腊月 大雪纷飞 他脸上逐渐浮起潮红 身上滚烫 想来是还有残存的余毒未清 才发起热来 我想了想 把他扳在我腿上 尽力地搂着他 心里不住地祈祷着 我能做的已经都做了 我以为重生一次 我和赫连野就能好好在一起 可为什么 罗娜还是一重接着一重 就在我机患落位时 突然听到赫连野轻声 喃喃了一句什么 我没听清 把耳朵凑过去 他眉头紧皱 吐出两个字 招阳 我一夜眉合眼 心里不知是什么感觉 果然 赫连野喜欢的也是招阳 他也许不知道 招阳长的什么模样 却也是因为他的美名而欣赏他 这才指明要求娶他 我努力不去想这件事 却还是忍不住难过 赫连野不愧是常年 在草原上骑马打仗的 一夜过去 他面上的潮红已经退去 显然余毒已消 他睁开眼 我没好气地把他推到一边 怎么了 他正然 我不看他 心里酸涩 你就这么喜欢 招阳 他脸一红 你 你这女人 怎么这样不害羞 我不说话 心里更难受了 见我不开心 赫连野有些慌了 想了想 还是凑过来张红这脸道 你不高兴了 我是很喜欢你 行了吧 若是我不喜欢你 干嘛要求娶你 我脸色更差 你喜欢招阳什么 才华横溢 美貌绝伦 还是什么 赫连野打亮了我一眼 脸色有些古怪 我承认你长得好看 但哪有你这样夸自己的 看我一直不说话 他落了一把头发 都不是 我们草原上也不喜欢那些 蚊粥粥的酸石 好看嘛 也不能当饭吃 他低下头 你不记得六年前 就下的那个突厥小孩了 我有些茫然 随即想起了我十二年前 偷偷跑出宫园的那次 那时我被禁足宫中许久 每日都想偷跑出去 最后是招阳拿他的令牌 给我让我出去玩的 他说 黄姐 你快去吧 这事儿我不会告诉父皇母后的 我开心坏了 也没多想 出了宫直奔我一直想去的瓦舍 却发现有人牙子在卖奴隶 那一群高鼻深目的异族奴隶里 有一个年岁上小的少年 哪怕披头散发 也没有弯腰 那双绿眸好像苍茫雪山上的狼王 充满了不羁的野性和高傲 我心生不忍 掏钱把他买了下来 少年也不屑我 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 好像不管买下他的是什么人 都与他无关 那天我明明是想在外面好好玩一天的 却一时冲动买下了一个奴隶 我也不能把他带回宫去 于是犯了难 想了许久 我也肚子饿了 干脆把他带去酒楼一起吃饭 小二看到他神色都一样起来 直到我把银子放在桌上 才笑眯眯的下去了 吃吧 我把肉推到他面前 少年抬眼看了我一眼 伸手就把肉塞进嘴里 他饭量大得很 我也不好意思和他抢饭吃 只能一口一口的干喝酒 吃到最后 他饱了 我也有点醉了 我想了想 把钱带拍在他面前 你走吧 我总觉得 有一双这样毛子的人 不该成为一个奴隶 被人蹉跎到死 少年愣住了 他汉语说的不好 一个一个单字往外蹦 为什么 我挠了挠头 随口胡周道 因为我心地善良 美丽大方 但我并不算好 你跟我回去 也会被人欺负 何必呢 那时候父皇和母后 除了太子外 满心满眼都是昭阳 我虽然也是公主 在拜高踩低的宫里 却并不受待见 我的侍女 只要昭阳喜欢 都会变成他的 陪伴我的小狗 也会因为昭阳一具狗毛 让他难受 而被活活打死 虽然他每次都会和我道歉 说他不是有心的 但我还是怕了 少年低下头 许久后 我站起身要走 他突然叫住了我 他的毛子里 仿佛藏着碧水寒坦 神色认真 你叫什么 你家里人对你不好 以后我来带你走 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 打个哈哈就离开了 等我回了宫才发现 昭阳的小令 被我放在钱袋里喝醉了 一起给出去了 而我出宫的事 也被昭阳告诉了父皇母后 他哭着说 我偷了他的令牌出宫 我哪里肯认 说分明是他给我的 父皇和母后 却都不相信我 父皇震怒 说我品行不端还顽劣 罚我跪了一夜 禁足三月 是你 记忆里那双绿眸 和眼前人对上 我男男 赫连也从衣经里 掏出一杯穿了孔 被挂在脖子上的小令 我后来才知道你是公主 不过没关系 只要我当上可汗 便可以向大圣求取公主了 我听说昭阳公主很受宠 很美丽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说 家里人带你不好 但是你一定有你的理由 所以我来接你了 我一时不知道 该说什么才好 心里五味杂陈 只不过是随口说的一句话 赫连也竟然 真的记在心里了这么多年 真的当上可汗来找我了 可他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招阳 可我根本就不是招阳 我苦笑道 你这傻子 我花了许久 才和赫连也说明白 他想了一会儿 抬起头来看着我 耳间泛红 却认真道 没关系 那人是你们大圣的招阳 可你是我的招阳 我和赫连也休整了一会儿 打算回去找人 正要起身时 他却站住了 面色沉了下来 一把把我护在了身后 片刻后 魏池从不远处走了出来 他身上白衣染血 也不知道是刺客的血 还是自己的血 一见我 他眼神疏得亮了起来 却在看到我身边赫连也时 泛起冷意 昌乐 跟我走 他朝我伸出手 北境苦寒 你熬不下去的 赫连也不乐意了 他没风压低 你们皇帝已经答应了 把昌乐嫁给我们可汗 你又算什么东西 魏池平静道 可汗 皇上答应许给你的是招阳 你身边的是昌乐公主 请容我把昌乐公主带回去 随后便会把昌阳公主送来 赫连也知道 他已经清楚了自己的身份 索性也不再遮遮掩掩 挑眉道 想踢就踢 想换就换 你当赫连也是什么 你们大胜 当我们突厥十万将士是什么 魏池并没被吓住 可汗 如今这里只有你一人 你的十万兵马都不在这里 他眸色剑深 拔出腰间的剑 争的一声 若是你不慎被刺客杀死在这里 恐怕草原上又要大乱了 赫连也笑了 那你便来试试 就在两人腰动起手来之际 我捡起昨天从赫连也身上 拔出的毒箭 对准了魏池 冷冷威胁 魏池 我以昌乐公主的身份 命令你滚开 今日你若是不退 我便和赫连也一起 将你斩杀于此 魏池顿住了 他许是奔波杀敌了一夜 面上早就一丝血色都无 此时拿着剑的手 也颤抖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他微微张嘴 神色似乎有些茫然不解 昌乐 你要杀我 你逼我去死的时候 可从来没手软过 我讥讽道 魏池 北境苦寒 朝阳身体娇弱熬不住 还是我昌乐去吧 我 魏池想说什么 却又说不出来 寒风凛冽 他咳嗽了几声 胸襟处多了几点血色 我默然道 要么走 要么死 你选吧 纵然魏池上辈子 是害死我的凶手之一 但他到底没有亲手杀我 我与他也算青梅竹马多年 此时恩断一绝 我也仍然不愿意亲手杀他 但他如果非要苦苦相逼 那我也只能先下手为强了 许久后 魏池抹了一把溢出嘴角的鲜血 他惨笑几声 好好 这便是我的报应吧 我走 他转身踉跄离开 身影消失在茫茫雪尘中 一个月后 我们终于回到了草原 上辈子我只带了一些财物 这次提前准备 我带了两种 图纸甚至匠人 草原上逐渐开辟出耕地 种上了耐寒的粮食和棉花 匠人做出了纺织机 草原妇女们开始纺绵支布 曠闲时 我会教草原上的孩子们 识字读书 在我和赫连野的努力下 部落里的生活越来越好 而族人们也不像上一世一样敌视我 他们很快接纳了我 甚至感激我 我心里不再郁节 一整个冬天都窝在帐篷里 平平安安地到了开春 赫连野带我去看了隔三花 深深浅浅的白色粉色小花 开遍了整个草原 美得让人心醉 就在一切似乎 都向了更好的地方发展时 我突然听到了来自大圣的消息 父皇中毒昏迷不醒 母后死于一场牢病 如今未耻邪天子已令诸侯 已经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 而当初派来追杀我们的那批刺客 已经查明是昭阳派来的 未耻以此为由 逼迫父皇将昭阳嫁给南方大齐的老国君 大齐国君已经年过花甲 老麦昏聪 嗜好女色且性情扭曲 名声在国君里极差 曾经做出过许多荒谬之事 昭阳哭着求未耻放过他 可无论他怎么挣扎 未耻也没有心软 还是把他塞进了和亲的马车 听说昭阳在大齐的日子过得很惨 大圣如今国力见衰 大齐国君并不如何把他这个 被摄政王赶出来的公主放在心上 自己宠幸过后 干脆把他扔给了将士享用 甚至在欢迎玩乐时令 他与动物交购给大臣们赏玩 昭阳生不如死 用谨慎的手势买通了身边的人 冒死逃走了 如今已经下落不明了 我听完一时有些恍惚 上辈子 我记得未耻是很喜欢昭阳的 我们三个在一起时 他的目光从来都不会落在我身上 我曾经见到过他看昭阳的眼神 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我去草原后 听说他们的大婚整个京城十里红装 好不热闹 怎么这辈子 魏迟竟然会这样对待昭阳 我不懂 也懒得去懂 如今我已有孕在身 我和赫连野的第一个孩子就要降生 我虽然很昭阳 可如今他也付出过代价了 我不愿再在他身上耗费心神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平稳地过下去 可是晚上赫连野回到营帐时 却不同寻常的一言不发 眉与间带些欲色 我走过去 怎么了 赫连野握住我的手 眼里倒映着烛火跳动 魏迟挥石北上了 他集结了三十万大军 说要踏平突厥 我正住了 印象里的魏迟 似乎正在被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取代 他虽然家世显赫 却不愿依仗家门荣耀 寒窗苦毒多年 终于拿下了三元几地 他说要让百姓温饱富足 要让大圣国父昌盛 要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 可如今 他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 大圣这些年 本就是连年天灾不断 又如何能承担得起这样一场战争 我会亲自带兵迎战 这些天你一个人 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 赫连野没有多说 在我额头落下一吻 我紧紧拽住他的手 想说你不要去 可我说不出口 他不仅仅是我孩子的父亲 是我的夫君 也是所有族人的可汗 赫连野回来得越来越少 往而身上还会带着伤 我听说前方战士吃紧 魏池亲自带兵 颇有一种不顾一切 要和赫连野你死我活的风劲 赫连野毫不示弱 带着草原骑兵直下边境两城 和魏池在白城展开对峙之势 决战的那天 我不顾所有人的阻挠 骑着马连夜到了白城 骑着在风中烈烈飞舞 赫连野站在城墙上 见了我面色大变 你怎么来了 他翻身下马 我靠在他身边 要活 我要和你一起活下去 若是死 我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白城决战是双方 集结了所有兵力的决战 要么你死 要么我亡 否则谁都不会罢手 胜也好败也好 我都不会让赫连野独自面对 赫连野眼里魔光闪动 一把把我搂进怀里 明明眼里是笑着的 嘴上去骂道 就没一次听话的 城墙下 魏池骑马站在最前方 一身黑色大肠 随风飞扬 面容晦暗 昌乐 他的声音在风中依然清晰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到我身边来 我和赫连野并肩看着他 吃笑道 你做梦 魏池深深地看着我 你来了也好 今天你便亲眼看着 他是怎么死在这里的 你怀了他的孩子是吗 他扫了一眼我的肚子 轻声道 没关系 我不会介意 到时候把这个孽种打掉便是 他分明神色沉静 眼里却是一派偏执的疯狂 魏池是真的疯了 我心里一沉 他一直是这样的 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 上辈子他喜欢朝阳 哪怕将我活活逼死 也要护住他 这辈子不知道搭错了什么金 凭本事来拿 战鼓升起 赫连野把我塞给副将 自己下去迎战 带他走 随即一声号角吹起 两方兵马纷纷向前冲去 我焦急回望 只见乱军中赫连野和魏池 已经缠斗在了一起 赫连野虽然武艺高强 但魏池身手也不差 一时间两个人打得难分难舍 副将有些着急 可敦 您还是先回去吧 您留在这里 可还还要奋出心神来挂心您 我话都来不及说 视线追逐着赫连野的身影 他脸上被划开一刀口子 鲜血流出 却也无暇去擦 魏池身上也中了一刀 却还是一副不死不休的架势 他身边的人 将赫连野和将士隔了开来 几个人开始围攻他 赫连野身上 虽然砍得两人下马 自己却也伸中竖刀 眼看着就要利解 可敦 就在所有人都在混战时 我一把抽过了副将身后的长弓 拉满弓弦 一一我曾经不会射箭 是赫连野手把手 教我如何射下草原上的金雕 我大喝一声 魏池 纷乱中 魏池竟然听见了我的声音 下意识朝我看来 就趁这一顿 我手上的弓一松 见是如同流星一般射出 扑吃 天地间仿佛彻底安静下来 魏池没看自己胸口的剑 他只是一直看着我 嘴唇动了动 似乎说着些什么 只可惜隔着这么远 我能听见的只有风声 随即他眼里的光 一点点暗淡下来 一头栽下了马 白城大战 以大圣主将魏池落马 生死不知草草收场 赫连野把功劳 全部归在我身上 我回去后 得到了族人们的热烈欢迎 姑娘小伙子们 也顾不得礼仪 在篝火边 把我高高抛起又接住 用突厥语 高呼着我的名字 赫连野缠着满身的绷带严肃倒 他怀孕了 把她放下 然后他坐到我身边 小声问 你是大圣的公主 这样会不会让你难做 我低下头 其实刚开战时 我也犹豫过 我是大圣的公主 可如今我是突厥的可敦 我到底该如何是好 只是后来我也想通了 上辈子我因为和亲生死 这条命已经还给了大圣 这辈子 我想跟着自己的心火 射向魏池的那一剑 不仅仅是为了上一世的昌乐复仇 也为了草原上我爱着 也爱着我的人 这场战争是魏池掀起的 只有杀了他 大圣和突厥的人民 才能得到和平 魏池生死不明 大圣的大军也退了回去 一个月后 赫连野正出去巡视部落 我正守在火炭盆前烤火 却突然听到窗外传来速速声 而后一个黑影翻了进来 我一惊 正到出声大叫 那个黑影快步上前 一把捂住了我的嘴 血腥气带着青竹的香气 营绕在鼻端 我猛地甩开他的手 悚然道 魏池 你还活着 怎么 那一件没杀了 我很失望吗 魏池咳嗽了一声 苦笑道 他一身白袍 胸前的伤口 因为长途奔波撕裂开来 引出血迹 你还敢来 不要命了 魏池向来是李仪周全的人 此时却全然不顾其他 直接坐在了我身边的地上 昌乐 他低声道 你是当真不会跟我走了 我警惕后退 拿起割肉的匕首 我不会走 你再要带我走 我便再杀你一次 魏池看着我手里的刀 眸光一暗 是啊 你已经杀过我一次了 我当然信你 还能再杀我一次 他捂住嘴壳了几声 手上沾上单单血迹 你放心 我这次不是来带你走的 我狐疑 那你来干什么 魏池捶谋 我只是来看看你好不好 我从前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中火这一遭 现在我明白了 他把你照顾得很好 这就好 他似乎真的只是为了来看一眼 我过得好不好 喘息了一阵子后 亮枪起身 又翻了出去 月光下 他突然回身看了我一眼 那眼里包含的情绪 让我有些心惊 魏池笑了一声 昌乐 往后山高水长 你自己保重 我没出声叫喊 心下突然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不知怎么 我知道 这大概就是我们今生见的 最后一面了 三日后 大圣那边传来了消息 摄政王魏池 伤重不治 身死 大圣与突厥之间的战争 以丢失两座城池为结局 草草收场 得知这个消息时 我正一个人坐在窗前 草原的春日 还残留凛冽的寒意 不像江南那样温暖湿润 我脑海中突然闪锅 魏池临走时说的那句 保重 想来那时 他就已经知道自己活不下去了 只是冥冥伤冻那样重了 还要一个人骑马来 只为了看我一眼 我突然没来由地想起 十二岁时的那一夜 少年魏池 脸上还带着稚嫩 眼神却认真 他说 你别怕 若是以后没人娶你 那我便娶你 那年江南三月 他的这一句话 便困住了我的一生 我闭上眼 一滴泪落在地上 又过了一个月 草原上这才终于迎来了 真正的春天 满山的隔三花再次开放 我身子种了起来 也不再骑马射箭 赫连岩每天都陪我去 开满花的山坡上走一走 坐一会 刚要回去时 却听有人来报 说有一个女人 自称昭阳公主 想要求见可敦 我茫然 似乎感觉已经很久 没听到过昭阳这个名字了 跟着人走到大帐里 那里果然跪着一个女人 只是她披头散发 浑身长着烂疮 散发着恶臭 肉都没了 只剩下一把骨头 好似骷髅一般可不 我看了许久 才从那双眼睛里 看出些许昭阳的影子 一时不由的惊讶 昭阳 她惨笑着 黄姐 是我呀 瞧你 气色这样好 想必是过得很好 不像我 她眼底闪过一丝恨意 黄姐 你知不知道 卫迟竟然把我 嫁给齐国的那个老头子 他简直就不是人 他竟然让狗 与我他说不下去了 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皱眉 你来找我做什么 昭阳喘息了一阵子 浮在地上红了眼眶 我九死一生才逃出来 只是卫迟的人 一直在追杀我 我不敢回大晟 求黄姐救救我 收留我吧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往日里 她是真的想要杀了我 我坐在上手 纯莫看她 你当时派人杀我 现在又要我救你 这是什么道理 昭阳动作一顿 公身更万 哭得梨花带雨 当初是我糊涂了 黄姐 你一直都对我很好的 是我不懂事 求你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原来她也知道 我一直都对她很好 这些年来 我不是没机会 揭穿她的那些小把戏 只是我一直想着 到底是亲姐妹 昭阳心思重可能也是因为 她自小体弱 心里不甘 可我以为她最多只是 动些小手脚 万万没想到 她竟然想杀了我 我端向了她许久 或许我一开始就是错的 就是我太过纵容了她 才让她胆子一次鼻子更大 甚至在动手杀我之后 还敢求到我面前来 她似乎笃定 我会像之前一样 一次又一次地原谅她 我突然觉得很累 摆了摆手 拖出去吧 不 不一一黄姐 被嫁了起来 昭阳彻底慌了神 彻底崩溃地哭喊起来 鼻涕眼泪 顺着脸颊一起往下流 狼狈至极 见我没有反悔的意思 她突然变了脸 拖阳死死咬着牙 一双眼睛狼一样盯着我 里面充斥着 让人胆战心惊的恨意 她哈哈大笑起来 撞死蜂魔 架着她的护卫 都被吓了一跳 昌乐 你以为你杀了 我就赢了吗 我告诉你 上辈子我就杀过你一次了 我送你的熏香 你还喜欢吗 你到死都以为 你是心结育育才死 你这个蠢货 其实是我杀了你呀 我呆肉母鸡 上辈子 草原上的乌衣 来诊断了我好几次 都说不出 为什么我的身体 为什么一天天衰弱下去 我一直以为 我是因为满腔怨恨一劫 再加上到了草原 水土不服而死的 可我没想到 害死我的 竟然是招阳送我的熏香 我还记得临走前 她哭着来找我 说那熏香是她亲手做的 点燃时能闻到家乡的味道 我从不提防她 在我眼里 哪怕她让我提价 也是因为她害怕而已 她是小心思多了些 可我们是亲姐妹呀 你为什么否不解 我和你到底 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该不会真以为 你是我的亲姐姐吧 你这个蠢货 招阳咧开嘴 眼底的恶意 似乎要溢出来了 好似一条 丝丝土性子的毒蛇 你根本就不是母后生的 你的亲娘 不过是个普通工婢而已 似乎是死到临头 她也憋不出 藏了许久的话了 当时你亲娘撞见我母后 与我父亲私通 受惊之下 才导致母后早产 我的身子才会这么弱 母后杀了她之后 还想杀了你 若不是这些年 太后一直想办法保着你 你以为你还能活到现在吗 若不是你那个该死的娘 我根本就不会是 这样一副病秧子的身体 我的一切本都该是完美的 你知不知道 我一侵蚀一提到上主 那些大臣都不肯出生 我知道他们嫌弃我体弱 觉得我不能生养 说不定都活不了多久 他们甚至宁愿娶你 都不肯娶我进门 我这样努力 我的容貌 我的才华 我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都是因为你娘 我本不该活成这样 若不是这次 魏池把我的薰香 从你嫁妆里拿走 我就不会派人去杀你 为什么你抢走了我这么多 还要抢走魏池 他本就该是我的 他上辈子就是我夫君 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我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原来昭阳 竟然不是父皇的亲生女儿 原来我也不是母后的亲生女儿 怪不得 怪不得我每次见他看我的眼神 分明是那样的厌恶 我每次还不解 为什么都是他的孩子 他会这样喜爱昭阳而讨厌我 原来如此 如今 他竟然是我的杀父仇人 我死死钻权 可惜这个贱人一死 母后与人私通在先 也不顾他的母后已经杀我娘 他只是把所有的错都归咎在我身上 不论是上辈子 还是这一世 我知道和他说的再多也没用 闭上眼 拖出去喂狼吧 昭阳私声尖叫着 昌乐 昌乐 该死的 是你我诅咒你不得 身边的护卫 眼疾手快地堵住了他的嘴 把他拉下去了 我坐在椅子上 慢慢用手盖住眼睛 上辈子我当真是做了个糊涂鬼 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我没想到 我魏池 昭阳的聂元既然这样身 大家都中活了一世 只是这辈子 他们终于付出了代价 我也算为自己报仇了 转眼春去秋来 我生下了和赫连野的第一个孩子 他高兴极了 亲自给孩子取名叫赫连胜 取自光明兴盛之意 他说这个孩子会是他的继承人 说着说着 竟然眼眶泛起红来 他抱住我 低声道 昌乐 谢谢你 往后 你们就是我在这世上的亲人 我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 我回拥住他 眼眶酸胀 是啊 往后在这个世界上 我也有了亲人了 真正的亲人 冬日的第一场雪礼 我接到了京城的来信 父皇在知道 昭阳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后 大为震怒 当即吐血昏迷 他死前瞪着眼 梗着脖子和太子说 震错了 震错了 昌乐他没说完 手重重地垂下 死了 太子问我愿不愿意回去 我拒绝了 哎呀 身后孩子一压作语 我顺着他抬起的小手看去 窗外大雪纷飞 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洁白 语 赫连胜还不会说话 指着窗外疾到 我裹紧他的包背 柔声道 对 雪 下雪了 番外 魏池在得知昌乐死讯时 魏池一开始并没什么反应 他只是听着属下的来报 静静地站在那里 脑子里一片纷乱 好像想了许多 又好像什么都没想 直到属下连着叫了他几声 他才回过神来 等转过头来 他才发现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下雪了 今天的雪似乎格外大 纷纷洒洒地下了一个冬天了 还没有下完 草原上的雪 应该比这里大吧 属下的神色惊恐起来 大人 您咳血了 魏池低头 这才发现自己的衣巾上染着几点鲜血 很红 红得就像是昌乐出嫁那天 穿的嫁衣 魏池没怎么难受 他只是很费解 昌乐身体那样好 从不像赵阳那样走几步就喘得厉害 怎么只是几场雪而已 他就死了呢 也没什么 他想 人故有意死的 早晚 他也会死 赵阳也会死 他们三个还会相聚在地下 只是到时候 昌乐恐怕要怨恨他了 不过也没关系 下了朝和昌阳一起用膳 入眠 只是那之后 他添了咳血的毛病 每次咳嗽时心口就会脚痛 也不疼得让人难以忍受 只是每次都细细蜜蜜的 让人无法忽略 直到那天 他偶然翻出了昌乐早年绣给他的一个荷包 很丑 上面绣着两只鸭子 正面一只 反面一只 当时他还不解为什么要绣鸭子 话问出口 昌乐却气得红了眼眶 静止跑走了 他便不敢再问 如今他在妈撒着那上面的丝线 想起昌乐手上那是满手被扎出的伤痕 这才了然 那不是什么鸭子 那是两只鸳鸯啊 是鸳鸯啊 那个只喜欢五刀弄枪的小姑娘 也曾经红着脸 在烛光下一点点用满是伤痕的手 袖着送他的鸳鸯 只为了向他表明心意 可是那个满心是他的小姑娘 却被他亲手送走了 再也回不来了 他突然一口血喷出 眼前一黑 未迟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落下去 太医来了无数个 每个都皱眉 说他思虑太重 这是心病 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为了公事操劳 连皇帝也吓着赏了他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从那天开始 再也看不进去一份公文 睁开眼 闭上眼 都是昌乐 是他笑着的样子 羞红脸的样子 哭着的样子 还有他离开时 满脸绝望的样子 他知道 他后悔了 他以为自己不会后悔 送昌乐去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他以为自己更喜欢才华横溢 婉约柔弱的昌扬 至于昌乐 大概年少时有过一丝隐你的念头 只是他们终究不合适 而且昌乐身体更好 昌楊在草原上是一定活不下的 昌乐向来会活得很好 毕竟他本就是那样向往自由的人 他以为自己算无一策 他以为自己不会后悔 可他终究还是后悔了 悔得肝肠寸断 他不知道 其实他出城那天他去了的 只是他不敢出现 他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姿态出现他面前 他心里有愧 魏池知道 自己怕事也活不过这个冬天了 直到他的暗卫 偶然叹到皇后与宰相思通的事 牵扯出了昌乐死亡的真相 那天魏池挣扎着下了榻 昌楊很高兴地上来扶他 却被他一箭穿心 他临死之前都还是一副震惊的样子 似乎不明白自己的夫君为何要杀自己 魏池平静地杀完人将炭火盆一脚踢翻 烈烈风中 大火随着呼啸的风 蔓延成一条冲天的火龙 一片耀眼的橘色里 魏池平静地闭上了眼 就这样吧 昌乐 我把害死你的人 包括我自己都杀了替你复仇 若能重来一次 只要能看着你好好活下去 便好了 直到第二时 他闭上眼识才明了 他从前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重活这一遭 他以为是上苍垂帘 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挽回他 可为什么他偏偏也回来了 任由他拼尽全力 他也不愿回头 那他为何还要再来这一次呢 可现在他明白了 重活这一世 只是为了赎清他的罪孽 再看一眼 他究竟过得好不好 全文完